福茂协议还没进来 但台湾房市 陆资透过第三地买房 已经不是新闻 专家也证实这个现象由来已久 但学者担心 政府如果继续放任不作为 台湾可能不香港后尘 不但得负担越来越高的房价 也可能影响台湾原有的生活品质 陆资直接来台买房限制多 2002年以来 张面上直接以陆资名义来台买房 只有122户 金额约15亿 但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入资 转到第三地 透过外资台商 抢供台湾房地产市场 内政部统计 每年外国人在台购职住宅 约1000多户 其中5到6成是隐藏身份的入资 年约五六百户 我想入资透过第三地的身份 来台湾购买 其实已经存在已久 那所以不会因为明年 而有特别多或特别少的表现 那回来这一部分它是地下管道 政府看不到 另一种是从海外转进的那一部分 那也是啊 比如说小平鼎 那增加这些香港人已经知道 房价这么贵买不起 居住环境也受影响 连医疗保健什么都受到排挤 所以为什么说香港人很多 就想说那到台湾到其他地区去 它的道理在这里 举出淡水豪宅小平鼎 由中资建商万通国际开发 两年前以新加坡商名义来台 是第一家插起台湾的大陆开发商 淡水小平鼎 每平开价75万已售出九成 超过五成都是大陆买家 我们常常误以为入资来炒房 入资它因为另外的目的 第一个国家的资金 你看这些银行等等大企业 国家的资金 所以它没有资金的问题 涨跌跟它也无关 不管你汇率什么利率都不无关 它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是统战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是我觉得 我们政府一直不去碰触 不去管理或者是去思考 后面的问题就会出现 香港化那个后遗症 学者认为 入资来台不止炒房 也排挤台湾资源 及台人生活空间 担心台湾不香港后城 成为入资攻城掠地的新兴标的 新唐亚台电视高建论张志轩 台湾台币撑不到 太步了 中国里面偷渐 里面Box 你说 有